我们很开心今天邀请到向阳老师 那我们今天在座也有吴河老师 以及我们作家康言老师夫妇 吴沈超胜念君老师 以及各位在场的国务系学生 以及科教系的学生 大家欢迎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向阳老师来演讲 因为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这一场次就有开放 让两个班同学人过来听 这个听到就赚到 我们向阳老师是一个知名的诗人 他也是一个学者 他之前才刚从国内叫大家退休 结果没想到退休之后他还很忙 常常有很多的演讲 然后在花莲上课等等 跑来跑去的 所以真的是退而不休 那老师今天的题目是 就是要来谈论1970年代的香土文学论战 那香土文学论战这件事情 对台湾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类点 那经过这一场论战之后 台湾文学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一点上我们修台湾文学课程的同学 就是让大家更加的注意而听这个部分 因为老师是实际参与这个论战那个时期的 不像我们是我们从那些文本来读这些东西 那老师长吉之前就是最早他是在媒体工作 后来才转移到学界里面 所以他来讲这个东西是有协理 而且有亲自参与的这一个部分 非常的精彩 那老师长期都在台湾文学界 来努力奋斗 而且担任我们台湾文学学会的 创会的理事长 所在理事长 带领我们台湾文学学会 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有这个机会要请到向寅老师来演讲 我们在你这边的掌声 欢迎向寅老师 那我就把时间到的老师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延平教授 延德老师 康源秀嫂 在座的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好像我们都没有吃饭的感觉 你我都没有吃饭的感觉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看到在座 满横了 我也没那么坏 整个满横了 非常谢谢各位 那我等一下要谈的这个题目 有的可能是你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在座应该有修 台湾文学史的同学 那又可能你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接触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想 这个将近50年 如果发生在1970年 那就是12年 如果发生在1979年 美丽岛事件 那就是43年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们都还在天上飞行 都还在寻找你的家园 你们都是天上的天使 所以那个时候 你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 很正常 那也正因为不知道 所以通过我的这个报告 也许可以让你知道 原来在40年 50年前 台湾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这样的事 它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和前途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一场报告 多少了解一下 今天的台湾 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四五十年前的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大概 我想这样就过了 我本来的准备是给研究生听的 你这样我慢慢都要改变 然后我只要达到我刚刚讲的这两个目的 我想就可以了 那我大概会讲一个半小时 有个二三十分钟 如果各位同学有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那中间需不需要休息啊 各位 各位都拥有强大的膀胱 应该没问题 我是老人 我也没问题 你看我用站着跟各位讲话 也没问题 我这个题目叫做 从乡辅到台湾 这个是有意涵的 简单的说 在1970年代我在干什么呢 我是1973年读大学大一 所以1973年的时候我才18岁 1977年我大学毕业 在我的那个阶段 台湾这个名字是个禁忌 我那个阶段 要谈台湾的文学 就只用 乡土文学 这十个字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台湾不能用 因为那时候的主要符号 就是中国 那时候的我们也自称为中国人 我们写诗就自称为中国现代诗人 写小说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家 所以那个阶段的符号 台湾的符号 不叫台湾 叫中国 很正常 在我那个年代都很正常 你只要翻大概1985年之前的文学选集 叫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然后中国小说学 中国现代文学选 都是这样 所以我这个题目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台湾的文学 可以从相互改变成为台湾的过程 而促使这个过程 发生并且实现的 就是1970年代 两场主要的论战 那其中最大的就是湾土文学论战 在湾土文学论战方面 发生之前 有现代诗论战 都是论战 就是炮火 非常凶猛的论战 我自己的检验就算了 就过去了 我曾经在豹市担任过 总编级做主题 后来39岁才去读博士 读了9年 48岁才拿到博士群人 所以感觉非常艰苦 那我的专业呢 如果按硕士跟博士 我都是新闻 我是新闻硕士 新闻博士 我是命运的摆后 后来 我就进入了台湾文学研究所 所以我是拿新闻博士 教台湾文学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之前 我有漫长的创作 台湾文学的创作 跟包括台湾进研究所的时候 我其实就写了不少现代式的论文有关 好 那我们先来看1970年代的时代背景 我想我们如果了解台湾文学的人 你打开台湾的文学所 你从1945 1945就是二次世界大赛结束的那一年 在各位的课本上有时候叫光复 光复后 从1945到解延 解除戒延 大家应该都知道解除戒延是哪一年吧 1987年 从1945到1987 这40多年的时间当中 当时的台湾是由国民党威权统治 那这个威权统治呢 使得台湾的本土的写实的土地书写 遭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 好啊 那最主要的原因应该 我分析一下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台湾的作家 在日本年代就养成了很多作家 你们最熟的应该是杨葵 他是受日本教育 还有我们彰化的奈何 那陈虚谷 那他们受的是日本教育 可是来到国民党统治之后呢 他必须要迅速的转换他的语言 要转成什么 转成华语 那时候叫博语 其实还包括诗人林峰泰 也是彰化人 也是 那诗人林峰泰呢 就是最明显的跨越语言的一代 他年轻的时候高中就开始写诗 用日文写 然后到处世界大战爆发 所谓光复台语 然后开始写波 然后碰到二二八世界 短暂沉默 接着用中文写作 这叫跨越语言的一代作家 第二个就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 1947年就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非常大的层面 第一是政治领导人物 全被歼灭 包括原住民的领袖 像高医生 他们被歼灭 第二个是文化界的领导人物 也被歼灭 有的被暗杀 有的被枪杀 有的到现在还找不到尸体 像名貌生 那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使得台湾省籍的作家们 文化界 还有包括政治界 这些人才 一下子就断成了 所以也就造成了 后头大概在1950年代之后 台湾文学的安养 亚口无声 第三更是关键 就是国语政策 贯彻实施 推行到底 那这个政策 使得台湾语文没有办法正常发展 我从国小一直到大学 大概我们讲台语 讲客家话 讲原住民的话 都叫做邦言 那你讲邦言要罚钱 或者要乡下 没有钱的话就罚账 所以这个结果呢 就使得使用自己母语的人 包括像各位 你会觉得我的语言是个耻辱 因为他不入流 让你先瞧不起你的语言 所以就方便拿来管束你 因为你是二种人物 你本来就要接受我们的独裁准处 先让你瞧不起自己 这是语言政策最恐怖的地方 也是最可怕的地方 你们算是幸运的一代 虽然你们也都是跟我一样 现在都用华语在讲出来 最少你从小没有人告诉你 你的母语是不好的 对不对 你现在会觉得说 我不会讲我的母语很惭愧 很好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 觉得讲母语的人很低级 不入流 包括自己的父母亲 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 只要听他们讲台语 就觉得阿爱阿多居准 你看那个年代 跟你这些年代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就使得一九五年到六年代的台湾文学 非常难以看到台湾的土地 跟台湾人的生活的真相 这个过程我再不详细的说 我们只要以一九五年代来讲 他的主流作品是什么呢 反共文学 战斗文学 那时候一切反共为要 所以作家 小说家诗人 被要求要写反共必胜 复活必成的小说 要战斗精神 然后一九六年代 出现了 因为美国援助台湾 美国在航战之后 开始援助台湾 所以会带来美援的文化 美美国的文化 这也导致一九六年代之后 台湾出现了现代主义的文学 像西方 特别是美国学习的文学 那相对于台湾真实的描述 在一九五年到六年就比较是 那反共文学它是一个刻板的数学 现代文学是比较疏离于台湾社会 它当然也有原因 因为政治上的抑押 是用白色恐怖统治 你不能批评这种 甚至连你表示灰心都不合理 什么叫表示灰心 认为说反共无望也照样观 那反共无望论 在自由中国 杂志 一本杂志 这种照样的被拂 被查戒 那做起来有个变观 所以在那样一个状况底下 反共文学的刻板书型 还有后来为了躲避这种白色恐怖 而出现的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 就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 到了1970年代 湾土文学就出现了 197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湾土文学 有它的实在背景 那主要的原因 我把它分析大概内部跟外部 我们先谈内部的原因 所谓内部就是文坛里面的人民 用现实主义作为书写内容的湾土文学 本来就有产品 从那以后已较 在彰化的作家在这里扮演相当多 相当大的角色 那这个写实主义的传统 是从日治时期一路传续下来 但是在战后跟228事件当中中断了 直到50年代的后期 宗肇正 我们这边看到旁边的这个 是宗肇正的文有通讯 文有通讯上面的文有的铃铛 那中断这造极了台湾省级的作家 廖清秀、文心、陈火拳还有钟礼盒 他们创办了文有通讯 通过刚刚那种钢板的方式来互相通信 那另外还有1964年的台湾文艺 吴卓流创办的这个台湾文艺 以及同一年台湾省籍作家、诗人创办的历思摊 那台湾文艺跟历思摊标志了台湾的本土文学社群集结 还有乡土文学再起的一个旅程碑 那跨越语言的一代作家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出版的市场上 比如说当时张良哲曾经编了相当多日志之旗台湾作家的全集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他就比1960、50有比较宽广的发展构建 就是内部的因素 那外部的因素是什么 都要晓得1970年代台湾面对了非常严重的外交危机 这个外交危机啊 我这边列起的大概一听就知道 1970发生钓鱼盘事件 那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对国民党统治的某些不满 大概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把这个影响非常重大直到如今 因为到今天台湾还进不了联合国 那原来台湾在1945年呢 是用中华民国就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女士国 是最大的国家 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就是中国 中国的代表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1971年之后被踢出来了 踢出来了导致台湾的外交陷于困境 后来日本也抢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离台湾最近 那这当中还有美国总统尼克森 访问中国签了一个上海公报 影响到今天 今天也还有影响力 加上这几个政治上的外交的因素 就使得台湾的国际处境 就等于成为锁国和孤岛 这个时候不是民进党执政 这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 蒋介石总统执政的阶段 所以台湾成为孤岛 早就在197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处境 就使得台湾当时的知识分子 年纪大概就像各位一样 在大学都市 台大政大各个大学都市 知识经验 开始除了参加导调运动之外 也开始有一个叫做自觉自省的一个运动 开始要求要回归到 要反对西化 反对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化 要回归到传统 要衔接历史 然后要关注土地 社会 人民 这样一个风潮也会出现 这是他们的万三因素 此外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的变迁 整个社会的变迁 五十年前的台湾 1970那一开始 台湾从农业开始转为半工业社会 主要以加工为主 所以台湾是一个大加工区 那时候到处有加工厂 我的同学高中毕业 女同学考不上大学的都到加工区去了 男生考不上大学都到工厂去 有的去当店 所以在1970这个阶段里面 新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大学 然后也接受了比较多一点的教育 使得他们在离开大学进入社会的时候 就成为台湾的一个新的阶级 在社会学上把它成为新阶级 这个新阶级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中长阶级 或者中智阶级 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级 知识分子这个阶级 知识分子这个阶级 不可能那么大的像后来我们看到的反抗 最少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 这些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战后的时代 他们在1970年开始 就展开了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批评 要求政治民主跟文化重建 其中还有有趣的是 当时刚好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开始要接班了 所以蒋经国呢 就找了一群台湾籍的经营 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大学杂志 那这些台籍经营呢 包括像张俊宏、许晋良他们 陈绍田、杨国书 那我们那个时候最常说的是 他们都叫吹台青 吹台青 各位知道吹台青人 我一讲到吹台青就有人笑出来了 吹台青是一个老歌星 他年纪跟我差不多 跟我同辈的人 吹为什么叫这些年轻知识分子 叫吹台青呢 第一个要件要会吹 就是讲话 谈吐 口才要很好 能够吹 谈就是要台湾人 台湾省的年轻人 那青就是年轻人 所以吹台青在蒋经国的扶持底下 也可以因为是太子 所以他对老蒋的某些政策也可以提出批评 比如叫做革新保台 那时候就有革新保台的论识 这个是为了帮蒋经国接班 蒋经国也因为这样 借这个来广告他在台湾社会的地位 那个年代蒋经国全台湾到处去交朋友 他有十大民间友人 包括像我的故乡 南投县 鹿骨香 洞顶 铲鹿龙茶 有没有 那些茶楼的家庭 就是我的叔叔 我的伯父他们的家庭 还有蒋经国的和尚 他们就成为民间友人 所以那是1970 所以1970就是台湾介于怎么样 被老蒋残妇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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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个儿子接班 他就表现了他的亲民态度 所以在老蒋那边是中国总向 在小蒋这边是台湾总向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处合 那既然是如此 所以就保住了什么样 湘土文学就有一个缝隙 我们说野草 他只要有一点雨水 露珠 那有点缝隙 他就长得出来 这个1970跟台湾湘土文学 就可以用野草来比喻 刚好有空了 有空隙了 那在外部因素跟内部因素交错之下 所以所谓像现代文学 像西方学习 绝对西化的这种现代文学 他就开始受到的那样 年轻人还有知识认所 还有文学界的一些法队 那借助现代主义 走入个人内心世界 跟文章或者说表现 所谓现代人的估计 这种现代文学 就开始被台湾作家 他们所写的有关台湾社会 台湾土地的作品所取代 最有名的是 我们现在知道的黄春明 黄春明就在这个阶段里面 成为当时大学生筹办的对象 我那时候就读大学 远景出版社 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台湾作家作品 黄春明的《罗沙洋娜娜再见》 《小瓦富》三本 长期是畅销 大学生每个人分手艺 通过那个才知道 原来我生长的台湾社会 透过小说 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乡土文学出现的一个契机 那日出时期台湾作家 跟他的作品也在这个阶段被划出来 比较特别的是 当时的两大报 《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都是100万份的报纸 那个年代 今天都没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时报》 推乡土文学 跟中国的1930年代的 左派的文学 左派的文学 那《联合报》也推一些左派的 可是他发现到了一个 蛮重要的东西 就是日本年代的台湾作家 所以《联合报》的雅璇呢 就在年轻的一个作家 叫《黄武宗》的协助里面 推出的《宝刀集》 《宝刀集》 《宝刀集》是这些老作家 《宝刀不郎》 《宝刀未郎》 介绍了像吴永福 《王思郎》 《龙英宗》 《黄德时》 《杨逵》 介绍了这一批作家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乡刀集》就成为 《读书界》 《出版界》 《报界》 《关心》的焦点 这样的关心 会打出什么效果呢 如果你是一个威权统治者 你会不会紧张 你不会紧张 所以《乡刀文学》 就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开始受到一些阻密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在《乡刀文学》还没发生之前 其实对于现代主义文学 就已经开始展开批判的是 《现代诗》的《诗刀》 那这些《诗刀》 主要的成员的年纪 在他们办的时候 分别是 是《龙卒》 《大帝》 《主流》 《草根》 《阳光小集》 分的时间 从1970年代的70年 一直到1979年 他们创办的时候的年纪 都跟大家一样 18岁到26岁 或者28岁 刚毕业不久的 还有刚进大学的 所以他们都属于大学的《诗》 那三个《诗刀》 主要是《龙卒》 《大帝》跟《主流》 中期出现草根 后期啊 最后的一年 1979年 出现《阳光小集》 那这些年轻的《诗刀》 展开了对 现代诗的批道 我简单的说 他们的主张 《龙卒》强调的是 我们枪我们自己的《罗》 打我们自己的《骨》 无我们自己的《龙》 你看这个 我们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 我们自己 你就知道 他是年轻人 他主张什么 战后代诗人 讨厌在做横的语职 而要从传统当中 那些回归 《龙》作为一个象征 所以具有中国意识 我刚刚不是讲吗 1979年代 台湾作家都以中国自居 《龙》的传人 就是1980最畅销的歌 《龙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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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过吗 好厉害 如果没有听过也很好 最好不要听过 好 童年七月的主流 强调什么 都是年轻人讲的话 他说我们否定 我们以前所拥有的 我们要慷慨的以天下为己任 把我们的头颅 头颅直向新生的大时代拒留 缔造这一代中国师的复兴 又是一个中国 有没有 年轻人有志情 要跟上一代指说 Say No Say Sayonara 再见 要开创自己的路 大地主张什么 也是一样 他说希望能够推波助澜 形成运动 以及二十年老在 恒的遗址 就是现代主义 长出来的现代师 重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现实生活中 获得庇佑的资论跟再生 所以这三家年轻的师堂 布月老头都有一个中国意向 但是也有 跟中国意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现实生活 所以主张要站在这个土地上 关心人民的生活 再接着 师堂的外部 也会有人对现代师 当时的 师封提出了批判 我简单的把它称为 关杰明跟唐文彪的事件 所以称为关唐事件 这个在现代师论战里面是一个事件 关杰明当时在 新加坡大学 他是一位英文系的教授 但他中文不好 他是看什么来批评台湾的现代师 看当时创世纪现代主义的诗人 所出版的三本 一本叫做中国现代诗论 一本叫做中国现代诗论 一本叫做中国现代文学大戏 他看这个翻译 然后他就提出了他的想法说 他觉得很奇怪 这些人如果都是中国的诗人 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诗都不听中国的诗人写呢 反而像是二流的外国诗人写的诗 他提出这个质疑 他指责诗人 这些台湾的诗人不能深刻的发展依靠 控制语文结构跟语文使用的语论 只是拿着所谓世界性国际性 来掩护西化 而顾越的林族特点 这是他的批刀 这个批刀 其实也是站在中国的文化或者文学的角度 1973年 1973年 1973年由于龙族诗康 他们是年轻人 他们就在主编高信江 策划底下出版了一本龙族评论专号 在这个评论专号里面 高信江他自己也强烈的谴责 这之前的西化的风潮 他认为这些写现代诗的诗人 远离了他来自的那个传统跟社会 忘记了他人生活在群众中 也忘记了他作为最后的目的 要回到广大的群众里头去 他们失去了根子的谜 现在的年代 2020年 台湾的社会文学界已经没有这些论战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自由了 开放了 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他想选择的路向 选择他想仇视的美学 或者要发表言论 但1973年代为什么常常有论战呢 因为那是一个威权的年代 只要是站在主流 就会把其他的支流 被排斥掉 而1970年代刚好是年轻的世代出现了 他们觉得前辈上一代没有道理 他们认为上一代写的现代文学 包括现代小说 包括现代诗 都脱离了民族传统跟台湾社会 那也正像我刚刚讲的 就像老奖跟小奖那样有矛盾的 传统那个部分是中国传统 社会那个部分是台湾社会 那这个一直到后头我们会看到 到1980年代就分道文彪 但是在1970这两者是在一起的 这也让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等于再听一个 尤其最后来讲很陌生的故事 里面我谈的人的人民 对你们大概没有任何的印象 那在这个专辑里面有一位教授 叫做唐文彪 那唐文彪就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叫做什么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什么人 论传口诗跟现代诗 他批评了当时写现代诗的中论庭 批评了夜山就是后来的阳墓 也批评了余光座 很特殊啊 我们今天看周牧蝶夜山阳墓余光座 我觉得还不错啊 而且都还是有传统啊 像周牧蝶有很多那种佛典 那余光座都是传统不少 那夜山阳墓写的也都是 阳墓是研究诗间的啊 所以 可是在那个阶段 为什么唐文彪要这样的批评他们呢 你注意那个题目 什么时候 就是时间的问题 只问这些诗人 在什么样的时代啊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你怎么还在写那种诗啊 第二个是什么地方 你站在什么地方啊 你站的地方是台湾这个地方 不是中国那个地方 你怎么还在写中国的诗啊 第三 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你们是知识分子 可是你们却远离了 你旁边的那些群众 这个人 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平常人 所以 后来他发表一大堆的 包括诗的没落 最后发表的叫做 江碧的现代诗 他指出台湾的现代诗 在现代主义发展底下 已经成为江碧了 已经是僵尸的意思了 就是说 已经套在何方向 那这个就产生了 现代诗里面的各种论战 唐良一般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现代诗逃避现实 第二个是江碧颓废 远离人类的生活 而且写到人家看不出来 我那时候大学 那我喜欢写诗 我从13岁开始背诗 最早是被提杀 高中被诗经 那也开始被现代诗人写的名诗 其实我都不懂 特别是现代诗人 非常的 也可以叫做晦瑟 我记得 我以前背过一首 很有趣的就是 叫做那年 三月还是四月 狗门 很多狗 狗们爬上了树梢 并且开花 你看这个书 多么特殊 四月春天 狗爬到树上 然后就开了花 这什么意思 在那年代 有人这样解释 说这好诗 这个诗 没有直接讲 简单的说 就是那年春天 去年死在树下的狗 已经变成营养 在树上开花了 所以说这个诗 写得真好 可是这个诗 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 他等在打雅 那个年代的超线索 大概都是这样子 另外一句 可能是模仿洛夫的 说我把我的头脑 把我的头颅 摘下直向天空 并且长笑 哇很恐怖 你试着把你的头先丢到天空 你还能长笑吗 哈哈 就是要故意的 在写诗的部分 故意制造这种精细的效果 其实是莫名其妙 在那个年代 他们要反对的之所以 所以他认为这样的现代诗 上部麻醉剂 迷幻妙 他把它当成毒品 把它当成毒品 好 那这一个 后来就衍生出了乡土文学论战 到了1974年 中华文学杂志 台大外游戏犯了 还有 跨世纪就是超现实主义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 写那种诗的诗人 开始 反击 不过反击当中也有正面的思讨 像余光中 余光中就承认现代主义 跟古典自绝 你们现代主义的把中国的古典 抛掉了 可是又没有办法了解西方 余光中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是西方的 他是学美国的比较文学 在美国留学 而创世纪这一拳的人是阿边哥 实际上便不懂西方文学 他有点这种自我 非常自满得意的感觉 阿边也肯定 刚刚我们讲那些年轻的 二十来岁的大学诗人 批评的突破跟思想的独立 好 那 反其的是洛夫 洛夫就发表了一篇叫做 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 他认为关杰英跟唐文彪 狂少异己 他强调现代诗 虽然在精神上很虚无 风格上很灰色 可是印象语言的坚言 以及对纯粹性的追求 绝对不是西话两字就可以说完的 因为这是时代的关系 也是当代文风的使然 而且中国古以有之 因为他要遍及 他意思说我洛夫所强调的超现实 其实也有中国的东西 因为中国古时候就有了 这个后来洛夫会的证明 中国古以有数 他不是出版了一本 唐诗解构 解构唐诗 就是把唐诗拿来做正文之后 他又写了一篇跟原来的唐诗做解构的现代诗 好 总而言之 到这里为止 现代诗论战 应该可以说 对后来的香腾文学论战 产生了一些影响 具有前奏 我们要知道地震来的时候 一定有前奏 前面会有一些小震 接着大震 然后接着会有遗震 所以香腾文学论战就是 1970年代台湾文堂的大地震 而现代诗论战就是前面开始的震 我也不能叫它遗震 因为它叫做前震 它就是前震 那这个前震主要影响在哪里 我们如果说 1960或者70年代之前 台湾的作家主张的文学是 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 跟纯粹性 他们的主张 那么1970之后的诗人 他们走的是什么 民族性、社会性、本土性、开放性 这个世俗性的主张 最后表现在1979年的阳光小学 到1980 整个台湾的现代诗 其实就改了很 包括洛福他们也开始写现了歇斯主义的诗 也开始改变它原来的灰色风格 这就是一个转变 好 现在 快2点 你们需不需要动一下 喘一下 我们刚刚是1点开始 对不对 好 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 继续在半个小时就可以 就可以报告完毕 好吧 好 我想 好 像很多人很想听 继续 有些人已经困着了 那就继续困 好 我们谈到乡主文学 乡主文学有两个动作 一个叫现实 不是我们说这个人很现实 就是写实主义的那个现实 真的 对不对 第二个 是什么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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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乡主文学的形成 在这样一个历史脉落底下 最后导致国民党的紧张 从1971年 一直到1977年 五六年的时间 台湾的年轻的孩子们 开始怎么样 关心台湾的土地 读台湾的乡主小说 那时候还有配合着什么 应该算三个东西 一 跟你们会有关系 或者你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现代银河运动 校园银河运动 在1972年 73年开始 很少全国各大学的校园 很多年轻人拿着吉他 开始怎么样 自己作词 自己作曲 要唱自己的歌 跟龙族那个 我们要 要捕自己的龙 敲自己的鼓 要唱自己的鼓 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唱过 我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问 小草有没有唱过 大红西 大头摇摇 东庭摇 幼稚圆的时候 这个后来都翻到幼稚了 还有什么 大和不好不好 咱们去做你求 有听过 太好了 有听过 那我就有回应的感觉 还有很多 刚刚我唱那个龙传人 龙的传人也是 其实还很多 像蔡琴的 喂 我不会歌詞 所以 这一个运动 就 到了最通俗的校园当中 使得年轻人 开始 不要创作自己的东西 國民黨會緊張 第二 報導文學出來 報導文學做了什麼呢 就報導台灣的 比如說 的地島 原住民的部落 那個時候叫三地 五盟人就寫了不少的三地部落的小說 那另外就是社會問題 像陳明潘就寫著賣血人 那個年代台灣有很多人沒有錢 所以他去賣血 賣血有血流來吸他們的血 他寫出那種悲哀 生態環境保護 其實都對政府不好 如果這個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 那等一下批評他施政不良 另外還有礦坑的礦災報導文學 你想這樣連著起來 鄉口文學他的周邊 跟整個1970年代 改變真的是很大 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四五五十年前的年輕人 可能比各位多一點的好處 他們的機會多得點 他們剛好有機會碰到那個轉變的年代 所以在那個階段出籤的很多重要的小說家 現在也都很重要 我隨便舉個名字 不變真 有沒有 彰化的話是宋澤蘭 林雙戶康 康律 都在那邊 都在那個階段 而且都是那個年代 福厚 幻女 跨了 他住也跟黨 對 的人 都很年輕 出名的時候 有了十八歲 有了二十歲 最盛頂的時候大概三十歲到四十歲 影響到今天 他們已經都是台灣 包括小野 好 那我想 鄉主文學論戰 就在這個背景底下 他有各種奧原 整個社會 也都 開始轉變 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溫濁流 底下的照片 葉思濤跟鍾造正 他們開始要為台灣文學 弄一個理論的基礎 其中最主要的是 鍾造正跟葉思濤 後來此外還有 196年代末期的 文學紀刊跟文紀 他是比較社會主義的 但是又同時 比較強調中國文學 那也 在這個態度上也促成了 後來的陳應貞 黃初立林 王貞和 這些一流的台灣作家的出現 另外就是台灣文藝 這個部分我們就這樣 到了1977年 第一個鄉土文學的炮裹 發生出來 因為前面有那麼多的 累積 現代師的檢討反省 校園民歌運動的崛起 報導文學的廣泛影響 所以鄉土文學也在出版界 大量出版台灣鄉土小說 這樣的狀況底下 對國民黨造成冥想 那在1977年的4月 當時有一本雜誌 叫做仙人展雜誌 就推出了一個專輯 叫鄉土與現實 其中包括四天文章 一天是王拓 是現實主義文學 不是鄉土文學 一天是銀正雄 本地裡哪來的終生 朱熙令 何回歸何處如何回歸 還有裕天聰寫的 什麼人唱什麼歌 剛剛我們在看他論標的時候 他說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 裕天聰跟他一樣 什麼人唱什麼歌 這四天分別代表了 執政大跟台灣文坦的 戰友人士的不同的立場 王拓跟裕天聰強調 鄉土小說是有必要的 而且寫實主義是正當的 可是朱熙令他代表軍方 他當時是王生 王生是總政戰部的主任 國防部總政戰部的主任 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可是在我們那個連派 他就是管思想 他就是管所有台灣的 他雖然說只管軍方 可是因為他是軍方 所以他就等於管到了 像警總也被管了 那文 國民黨裡頭還有文工會 政府裡面還有新聞局 然後有警總 然後再加國防部總政戰部 四個來管控台灣的文坦 所以朱熙令在這個時候的身份 是有軍方對解的身份 林鄭熊當時當地 他也跟朱熙令走得很近 因為他是山山極康的一個成員 他們兩個是質疑鄉土小說 認為這些小說會變成 表達仇恨生物等意識形態的工具 他們質疑鄉土文學 辯詞跟三年代中國的普羅文學無意 把這個就量成了鄉土文學論戰開始 各位看到這邊有所謂的普羅文學 什麼是普羅文學 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的文學 普羅列達尼亞就是一個無產階級 在1970年代只要用你的作品跟中國有關 你表現的是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 你就可能被關了 因為那是最大的指控 那是反共年代 白色恐怖年代 讀一本書叫做馬克思主義會被抓 帶一本書叫做馬克圖文小說 不會被抓 但是書會被扣 為什麼被扣 因為海關說 這種賀土文是馬克思的弟弟 這是奈人代的禁書的笑話 好 今天要講禁書 我覺得應該跟人講禁書比較可愛 你們才會 包括禁歌 台灣有很多禁歌 有個孫燃前的 禁歌 苦酒馬唄 有沒有聽過苦酒馬唄這首歌 他們才會唱 苦酒馬唄 有沒有聽過 禁 為什麼禁 因為 國民黨認為 反共抗惡人代不能喝苦酒 也不能馬唄 要積極奮 撥破廊也被禁過 因為國民黨認為網不能破 所以就要求 周天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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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過 整個阿家董報 怨言我說什麼怨言 他說 評審委員 或者審查委員認為台灣社會怎麼可能那麼糟糕呢 這個 會詆毀政府的施政 就這樣講 因為三糟糕 那一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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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年代是這樣 在這樣的狀況下 假設有人只靠敏 走的是共產黨的路線 寫的是 翁隆斌的文學 很危險 那是寫低族 會讓人變怪 變抓 所以這個鄉土文學論戰開頭 到了1977年 葉思濤就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的序論 他比較大膽 他在這個階段開始主張 台灣議事就開始出現了 1977年 然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 要站在 不是站在統治者議事上所寫的 不能背叛廣泰人民議院 他也批判那些流氓文學 批判回憶大陸經驗的文學 還有西醫化的文學 他認為缺乏台灣經驗 這是一個相關大膽的論述 刊出的雜誌下潮 當時也是經常被禁的雜誌 是個正論雜誌 但是他比較左派跟統派 到今天 雜誌已經不在了 可是他們的下潮 什麼頓盤還在 網路上 他們是左統 就是左派又統派 可是 在1977年代 這些沒有分別 因為 面對國民黨 不管你是主張統一 或者主張獨立 只要你跟國民黨的立場不同 你就是在野的 就會結成同一個陣線 那葉石濤這個文章出來以後 陳彥珍站出來 陳彥珍是主於左派、左派 他跟葉石濤在一個思想上是一樣的 就是主張社會主義 比較主張社會主義 但在民族主義上是相反的 意思當然是已經談台灣意思了 那我們看 陳彥珍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台灣的文學 受影響和中國五四啟蒙運動有密切關聯的白華文學運動 是以中國為民主歸屬的取向的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一環 他主要說 在陳彥珍來說 葉石濤你錯啦 台灣文學並沒有自主的 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個部分 陳彥珍在那個年代最常談台灣文學 是用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那葉石濤說我們台灣文學的時候 陳彥珍的演講一定說 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這裡面有什麼差別 就好像說在張師大的某某人 跟我是張師大的人不一樣 這樣了解嗎 為什麼要加個在 意思就是台灣的地方 在台灣這個地方寫出來的文學 叫做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歸屬於中國 這個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好 這個論戰打到最後 比較高潮 來到這個高潮 就是彭珂跟俞光宗 都對你們都 除了俞光宗六年 彭珂對你們很陌生 彭珂是什麼人 他是1997年代 中央日報的總主理 在台灣的報業 報進行的解除之前 是由大爾在透支 而威權年代 黨大一國 所以我們都稱為 黨國舉制 這樣不容易了解 那中國 中國共產黨可以指揮任何政府 黨最大的意思 所以在那個年代 黨的報紙 就是黨的猴蛇 為黨的報紙寫 色問的叫種族筆 就是黨的猴蛇的發言人 彭珂 他就在報紙上 他是批評誰 批評王拓 立天聰 還有陳明正 他質疑這三個人的政治立場 要求他們要有民族主義跟愛國主義 這也蠻有趣的 彭珂也要求民族主義 他要求的是什麼民族主義 中華民國認同的民族主義 因為他認為王拓 立天聰陳明正他們 認同的是中共 而中共在那個階段 對國民黨來看 是判亂團體 所以我們那個人當然也不能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必須要叫購匪 購匪 慘到毛澤東就匪囚 就是匪徒的那個酋長 匪囚 毛澤東 所以 這個是 好 接著 這一篇名文來了 郎來 余光宗 余光宗發表這個郎來 指透什麼 說台北出現了公農兵文藝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很大的指控 選舉者 他認為 鄉土文學已經受到中共的利用 共匪的利用 有特定的政治用心 鄉土文學論戰已經朝向政治意識形態 包括指控還有簡素 這很大 所以余光宗一生後半生大概受這個很大的牽連 他到晚年也非常的可以說後悔 因為你如果看余光宗的背景 他跟彭哥不一樣 彭哥是黨的身分 余光宗那個時候人在香港 在中文大學 沙田 他一生也沒有拿過國民黨的好處 也沒有得過國民黨的什麼 比如說擔任國民黨的文工會 都沒有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他被騙了 我為什麼敢這麼講呢 這是今天的小小的逆心 因為這一本雜誌 這一本雜誌叫詩潮 你看他紅色 主編叫誰 高總 這本雜誌的創刊號 你看我剛剛還寫了 我自己寫了一大堆字在旁邊 我還簡報 原因是 我跟另外一位詩人 叫林范 林范就是林瑞穎 林范當時在台大徒歷史所的碩士 我在文化大學讀日文史 我們兩個的詩都投到這個詩潮來 林范得了正獎 也就是他得了詩潮的創刊獎 我得什麼 副獎也叫詩潮創刊紀念獎 雲光宗 就是因為了這一本 雲光宗 這個文章跟高總主編的詩潮有關 還有跟洛夫有關 雲光宗在那個 郎來一開始我就提到 最近有朋友從台北寫信來 寄來一本雜誌告訴我 這本雜誌怎麼樣 就是這個雜誌 洛夫 看到高總編的詩潮 就想說這個詩潮有問題 因為裡面有光榮病 為什麼有光榮病 因為詩潮裡面有登齊 齊封的一集叫做盜碎 盜碎就當然是農夫 另外一集是阿兵哥的 崔黑林還是誰寫的阿兵哥的 那當然就是軍的兵 另外還有工人的 工人的就是崔黑林的工人之歌 所以是工農病 三個連結的 因為他的台語是我寫的台語詩 我的台語詩就在這邊發表 我記得我發表的是什麼 是比較社會的 就是阿公為文吹 阿部為法母那個都發表 台語文語跟律師堂 那這邊發表的是社會 進入社會以後鄉村社會的 所以我們兩個得到這邊獎 好 後來還會整個 同一個余報告的文章發表 就開始一大堆混戰 那到最後呢 國民黨本來要換的 都準備好了 但是整個的氣氛 好像不是 再加上蔣經果 我剛剛有提到 蔣經果這個時候準備接到 他不能得罪文台 或者文化界 他老爸在1930到40 得罪了魯迅這些左連人 結果 丟掉了中國大陸 老蔣後來來台灣的時候 也有反省 他在陽光山實踐 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 說我們怎麼丟掉大陸的 就是因為 有一批左派的文人 所以我們要抓緊文藝 這是1950年代的時候的講法 所以蔣經果比較醜品 他要往生 停 那本來的軍 軍方每年都有國軍文藝大會 我剛剛有講 黨國體制下 軍方 搞文藝大會就很重要 像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什麼 軍方的什麼 國軍文藝大會 因為 軍隊就軍隊 你還弄文藝幹什麼 你還要文人拿槍嗎 可是那個人帶 是黨在控制 那本來是要在國軍文藝大會 對針對鄉土文學批評 要抓人 結果忽然跟 黃森發表談話 他強調 鄉土文學 我們並不反對 國文黨並不反對 我們只是希望 那些鄉土文學家 要擴大鄉土之愛 成為 國家之愛 民族之愛 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也沒有抓人 也沒有抓人 所以這個鄉土文學的論戰 算是和平的落幕 算是和平的落幕 國民黨也自己找到了下台階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大江東流擋不住 你知道 一個思潮 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你要去擋住它 那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所以 這個是一個潮流 可是 可是 這個事情還沒有結束 王生才發表 談話不久了 中華市報忽然間在1月30號 刊出的這一篇 文學不容劃分階級 我們反對所謂工農軍文學的觀念 那這很奇怪 不是王生不是說沒事了嗎 對不對 那這個彭炳觀念是誰啊 彭炳觀 彭炳觀是中華日報的總主題 中華日報是什麼報紙 是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報紙 彭炳是中央黨部的總主題 他是省黨部的總主題 兩個人都一樣 都是黨的代言人 彭炳觀還編了一本 在11月的時候還編了一本 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 1977年 那是軍方的出版 所以他也代表軍方 清晰文藝協會 就是當時的警總跟軍方都有的一個團體 他們就出版了這個 所以可見 可見 這個是一個推薦 我用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為什麼會這樣 國民黨可能本來要在香港文學論戰的定調要抓人 所以他才需要寫到這麼恐怖 叫做反對公農民文學 可是沒想到政府有時候領導人一句話政策就會改好 那報紙要提早最少六天 我以前編富康 我們那種不是大報的 都是提早六天就編好了 考試就送下去了 所以等到王生講話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抽下來了 你知道嗎 就產生了這個 鄉土文學的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就是所有研究台灣文學史都沒有提到的一個段落 所以你們今天算是 我上次在清華 清華第一次公開 那這個是第二次公開 好 那彭兵官這個文章 還批評高準的思潮 說裡面就有功農民 裡面還提到我寫了他語詩 可是我的不叫語詩 我很生氣 我那時候才剛畢業不久 1967年我還當兵 我就寫了一萬字 法國他 可是 沒有被刊登 所以我的不成為語詩 也不可能刊登 當然有可能要看一個小毛頭的文章 去駁治他報社的走足禮 不可能 這個也就變成這樣不了了之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 我現在進行 一點點的結論 然後會開放一點時間跟大家聊天 這個題目太嚴肅了 但我看到你們年輕人一口的時候 我就有點擔心跟後悔了 跟年輕人不要談太嚴肅的話題 可是都可以談的 你們好像也都很認真聽了 就結束了 等一下如果開放討論的話 你就可以無所不問 無所不談都可以 不一定要談這個問題 我先做一個結束 1970年代台灣的現代詩論戰 還有香港文學論戰 最早告訴我們 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社會 如果這個社會有共同的一個想法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集體認識 那你去推動 它就會改變社會 它就會改變社會 文學如此 政治如此 社會運動也是這樣 當原住民還被台灣的漢人瞧不起的時候 他叫還了 他叫土著 可是 當他們開始走上街頭 要求他們的權利 然後 講說還我土地的時候 社會會聽到 社會會修正 社會會改變 像同志也是 同志有很長的時間 必須躲在陰暗的角落裡 或者櫃子裡 可是當有一天走上來了 有人出櫃 有人出來了 然後社會了解了 有人支持了 到最後 他就會爭取到自己 原來應該有權利 文學跟社會 同樣這個道理 那台灣的國際處境 不同的台灣文壇 去思考 台灣要不要依附美國的文化 這樣一個嚴肅的課題 所以才會有回歸傳統 才會觀環現實 才會有用 抱鄉土的路線 我一開頭說 1970年的鄉土文學論戰 決定了後來的台灣文學出現 原因其實也在這裡 那這個最主要的原因跟 兩場論戰 他們共同促成的戰後台灣 出身的作家 戰後該作家 重新去翻寫文學跟歷史 社會還有政治的關係 所以他們看到的是 非常具體的台灣的存在 這個時候 中國這個符號雖然還在 可是台灣這個符號已經出現 這個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 像我 我年輕的時候 背的最多的是 長江王德 有時候還會有 劉家昌的 喜馬拉雅山 什麼 情懷疑 道遠 禮宴 忘不忘情 然後就來個喜馬拉雅山 我們以前都會唱 也很相信 可是我們就忘掉了 我離開我的故鄉 入故鄉 一到竹山 要過林仙 就會經過一條叫做左腿溪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叫左腿溪 好然後來到彰化 再往上呢 又會經過什麼機 霧溪 我根本不知道 我年輕了 我都不知道 可是那個都是我必經的路 我反而知道的是 我根本不可能去 沒有辦法去的長江王德 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 在1970的這個論戰 在這個上面 有很關鍵性的演講 我剛剛也講 在1970是 既是台灣也是中國 台灣跟中國是混在一塊的 這是1970 包括鄉土文學論戰 到了1980之後 改變了 改變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如果從鄉土文學論戰的幾位主角來看 葉石濤跟陳昱真 他們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 是被國民黨打壓 而且這兩個人 還沒鄉土文學論戰之前都被關過 葉石濤在1950年被關了三年 因為讀了馬克思的書 陳昱真被關了大概四年左右 是政治犯 所以 國民黨 對他們 來講 就是共同一人 這是鄉土文學論戰 但到1980不是 1980 很多人還要分別 為什麼 因為陳昱真主張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的社會主義 葉石濤主張的是台灣的社會主義 這個差別就是把中國跟台灣分開了 這剛好也是1980之後 台灣的新的走向 鄉土文學慢慢的不再被討論 而且 所有鄉土文學家也 也開始使用台灣文學這詞字 那鄉土文學當然就不再是台灣的半名詞 他就回歸到他正常的位置 指那些鄉土的小說 鄉土的東西 那台灣文學不會只有鄉土 所以這個時候的台灣文學真的好存在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從鄉土到台灣的原因 葉石濤在1986年出版了台灣文學的第一本文學史 叫做《台灣文學史》 這個書就是台灣文學證明的一個階段性的關鍵 也可以說從1986年之後 鄉土文學證明為台灣文學 並且成為我們伴手 所有在台灣創作發表的文學的重稱 也包括反共文學 也包括外省作家寫的文書 沒有任何台式 也包括海外作家 甚至還包括馬來西亞跟馬華作家 都被納入台灣文學裡頭 也包括你們可能比較熟悉的張愛媛 對不對 你不是很熟悉張愛媛 可是你們要想一下 張愛媛 從來沒有住過台灣 來過台灣一天 去看王真和 然後就回美國了 按照台灣作家的定義 他其實不算台灣作家 可是台灣文學史還是把它放進去的 所以台灣文學史 台灣文學這個概念很寬寡 他變得排斥任何人 包括朱天文、朱天欣 朱天欣經常埋怨 台灣的政府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看最近他們家的這個電影 在台灣方面 對不對 社會也沒有人說你們不對啊 其實台灣文學有這個好處 這當然也表現了台灣社會的多元的包含性 我覺得這是好現象 這是好現象 是可惜的 然後而且經過了日本統治被支援 經過了國民黨的威權 威權給代理國民黨 不是今天的國民黨 還是要分 國民黨還分了兩個階段 威權國民黨的這個雙重考驗 到最後總算取得了一個屬於台灣 最合適他的 雖然衣服比較小 但是穿起來很合身的台灣 台灣的主體性 好 剛好跟我講的一個半小時 完成卸重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公告老婆 老子真的超厲害的 實際控制的超級準確 好 剛剛向老師說 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我們多出一點時間 如果同學有問題 要請教 任何 不一定是今天這個主題 任何 任何都可以 要操作 也可以 帶卡片來送大家 哇 真好有禮物 你問問題 我就送你 問問題 我就送一套 我先問 好 你先問 我的手稿 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 其實很多時間 對 對 我們後續很多年輕人都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有時候 其實不會去特別注意到 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我們受到教育 讓你的思想 尤其我們早期的時代 在裡面 就單一的思想 很多年輕人大概就是跟著政府的 政策跟思想走 所以 在這個 鄉土文學的 1970代 到底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上 老師大概就是在 年輕的 20歲 我沒有嗎 剛剛 那這在場還有我們 康老師 都還是主題年輕人一輩 我想知道說 當時 這樣的論戰 對你們原輕的作家 而言 是不是的確讓思想有大轉變 就像我們 之前有太陽花運動之後 現在的 年輕人其實 對我們整體來講 沒有很大的改變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謝謝連鵬老師 當然有 因為1977 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 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輩 有的是已經在前面 現代式論戰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反對 那個時候的主流文學 那 像我是 不是他們那個 1971年 1972年 那個階段 我大概就是1976這個階段 差四年而已 我們讀 黃春明的小說 讀王真和的小說 我們也嘗試寫自己的歌 我自己也寫 我的同學就是寫那個小草 叫做林建柱 大風起把頭搖一搖 風停了 就停止搖 打哩啦 我們在那個年代歸 然後接著 鄉土文學論戰 就讓我們開始思考 我寫到底是 台灣的文學 還是中國文學 但是更大的影響是到1979 因為發生了美麗島事件 宋哲萊在他的文章當中 就提到1979的像美麗島事件 讓他整個設計的改變 原尊部也是 也都習慣 所以1977 1979這兩個關鍵人類 1977是文學跟文化上的改變 1979是政治跟認同的改變 對戰後世代 我剛剛一直在講戰後世代 戰後世代就是1945年 二次大戰之後 嬰兒潮階段出生的世代 我們把它稱為戰後世代 大概就是1945到1955或者56 當然也可以到57 57就是劉柯江 1957年 大概就在這個階段 長大的孩子 他們有各種特色 特色就是 第一個接受非常完整的國民黨教育 所以 年輕的時候 最少是大學一年級之前 都中綁愛國 真的很清楚 第二個 他們 都接受完整的西方式 美國信仰的教育 民主自由 就是說我們那個人 那有常想的 自由中國有沒有 都自稱自由中國 那把共產黨中國叫做 紅色中國或者奴役中國 所以 我們也接受了美國的信仰 到最後 美國信仰回過頭來打 國民黨的威權 所以 才會有像 政治上的 方法運動 文化上的等途運動 時間請 好 送給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可以送給同學 你會送給同學 馬上就有 10張 你變成五十九一張 我們要握十張 我們希望台灣文學 你發表意見 我不用那個了 我今天很難得向陽老師 能夠到學校 剛才他在講有關這一段意思 我是參與其中 我要從兩方面來講 第一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文化政策 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跟我後來所走的怒哩 你知道在我們這個年代 你一定知道舊國統 對不對 所以我很早就在舊國統活動 又在舊國統創立一個彰化的中國學生學 一個彰化分會 任了理事長 任的時候都十幾年 後來撿輩總部有一個千禧協會 我也在把彰化成立一個分會 我是創會會長 也做了五、六年 那前兩天有一個畫家到這邊來 他說是千禧協會理事長 他告訴我說他們現在要在文化體展出 那個千禧協會的人員作品 我告訴他說 我是千禧協會創會會長 那在千禧協會創會會長裡面的 我創會到差不多八年的時間 那個死沒有死 那一段歷史沒有死 把我這個創會長 扒掉就扒掉了 那為什麼我要給他觀看呢 就是說因為我有出過一本書 叫做《香音的魅力》 是我站在那個時候千禧協會理事長的立場去編輯 我所編輯的這一些作家 林恩泰 林雙虎 吳勝 宋哲萊 都做家是很厲害 五個 另外歌謠的是石如真老師 是不是老婆的老師 還有郭萬財 作畫家 郭萬財 郭成花 這些都是屬於台灣比較相輔性的東西 所以後來他們的警備總部就發現 我好像是在為鄉途做事 所以把這一段歷史拿掉了 本來我以為是今天的開幕給你 但是4月23號 本來我要去啦 那他邀請我去 我本來要去講這段歷史 但是4月之後我要帶你們的同學到海岸線去 就不能去了 我為何講這個 我要印證項陽老師手打的那些 幾乎都是真正的 完全水質地寫下來 所以我在寫林雷傳記的時候 林雷雷告訴我一句話 所以我一生最遺憾的就是沒有用台語寫詩 沒有用文字寫詩 所以後來我會寫很多的陰暗花 我寫了兩張百首的陰暗花 現在在那邊展出的 剛才我請教導一下 因為他是老學家 廟宜的角色是老學 我這個人是這樣 亂說比較不會寫詩詩 但是我都沒說假如文學是演的藝術 每一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 因為自己的演才有辦法充分地去顯現 我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的文化 所以當向陽老師他寫的那些 阿爸的粉包 阿父的頭髮 阿公的粉吹 這句的寶貝我會傳唱 今天為了向陽老師來 我唱一首他阿爸的粉包 讓各位來欣賞 我唱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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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出擊憲報冠山中 為標高三等 唯一暗 雲都沒想 阿老伯爺奔寶 陶伯爺奔香 早安,我和阿兄,吃飽也過頭了, 阿白飯飽去媽媽, 借起你了天, 有此理就在日,親生也無, 吻陶陶有凉甲薄 贏你走下来 牵起阿爸的饭饱 也没半量 三条菜无恨主舰 来唱饭 谢谢 我想追踪这首诗来奉献我对向阳老师的建议 他是非常忙 他昨天在画人 今天这张画 但是他好像很少到我们去做做真的 所以我们学校非常努力地去行排向阳老师来 另外我还有意思 现在我正在那边展出 好像每个老师都有带谁用去看 我们希望说各位能够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来写自己的书 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去年是这边铸校做家 我在铸校艺人的故事里面 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白沙山庄的云 也会在今年里面出版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彰化地区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我把每一场委员讲的那些 写成一个夜教堂 比如说八卦山 我就去把八卦山相关的历史 这个八卦山其实在历史上 它是一个由来生地 就是古战场 它是深谷之地 然后它是一个彰化场的表层 那很多文人亚述都写过八卦山 但是我们如何把这些传统东西弄成 所以我们八卦山上有文学步道 而且不知道是我1999年提出来做了一个 还有文学管 这两边台中有一个漫步 漫步这个情景的一个电视台 要拍一个八卦山 我就拍了文学步道 要拍文学步道 还有韩远区 还有韩远区 还有阿树山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你既然来到彰化的读书 我希望在你读书的过程里面 能够了很多彰化地区 这些人文的文学性的 我们彰化的黄西文学 它主要的建构在两个特性上 一个是抗疫精神的批判性 我希望说各位要站在土地上的 这个位置来为我们人民发生 谢谢 多多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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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样 上面 上面 下面 你给你自己看得到 我买医生 哈哈哈 两位大师 头长 就是 来跟大家来讲讲世界上 他们的经验 来 有没有问题 要问他 我爱我们老师 老师 老师都是在作者 非常感谢夏宁老师 今天立消的演讲 这是老天狗 我刚才的小伙子 夏宁老师进行 不然可以 暂时来演讲 我常来 我常来 是 那我是想要讲一下 就是说 你刚才有提到 我讲到 那个童评官 他时的评情 以后老师 你自己有寫一篇 百万多年的 没有 一篇万多年的 有发表 没有 没有发表 最近有想要发表 脆保啊 你再跟着看 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 我刚才看那个 郭聖老师 说他最近 那个 那个 转型正义 委员会 说 看他被监控的状态 对 我像老师 以前 你就是 这个台湾文化的创作 你 你敢帮你用监控吗 有 还是说 你有做到 什么 那种 哪样 还是说 可能有 不愿快的一种 事件 因为我知道你后来 在那个资历报信 做主比 做主编 那资历报信 立场很鲜明 所以 在政府人民 有一些 实际的案例 要 给我们分析 好 其实 以前 政议委员会 我也去看过我的档案 我也有档案 里面还有一个档案是 要吸收我当他们的细胞 还给我一个化名 很恐怖 那我从来没有拍过 好 这个 第二 我在篇资历报刊的时候 其中有一天 刊了这个林俊毅 当时他是 这个东海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 他写为我们资历网报写专栏 他刊了一篇 叫做政治的邪灵 邪恶的灵文 那这篇写什么呢 他说全世界 各国家的领袖 都是可以批停的 只有在中国 毛泽东才是人的领主领袖 不可批停 这样不行喔 然后复刊那天查禁 我被记打破 那为什么不行呢 后来警总约谈我 在青桃东路 那是专门在约谈我 要我带原稿 我就带着林俊毅的原稿去 那上面我都没有改 所以我很坦然 我就跟他说 我是文学家 林俊毅这样讲 绝对是毫无的反讽啊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是 坏蛋 只有某某人不是坏蛋 这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假设全世界 每个国家的领袖都可以批评 那只有中国不能批评 表示他独裁啊 然后这个警总跟我说 你懂什么 你们文人 我们老百姓只看后半段 后半段就是 毛泽东 是人民的救星 他说究竟 因为 他认为 林俊毅之子 后面 前面那个否定词 他不要 这反扣嘛 他不懂反扣 所以 北约谈呢 北约谈以后还不止这样 每个礼拜 有的是哪个月 警总来一次 调杂局来一次 网区来一次 因为我们到处在靠近总共 既然力很近了 总共这样 大概半年才结束 我那个被监控的那个 就在这个阶段里面被监控 里面都有记载 还给我什么代号 我也要看到我才知道我有这个代号 很恐怖耶 好 这个 你们就等于知道 威权恐怖就这样 中国如此 现在的恶果我看也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应该让学生来问 要不然这个送出去 哈哈哈 来到这个那个武老师 不要认了不要认了 要认了 学生都很内向 你可以问 因为他的眼睛发亮 好 你先 来 你等一下 昨天问了 想问那个老师就是 现在给您把课访有在压 国研文的体力 然后 如果很多人都谈那种 文学无用论 我想问老师就是 老师对于那种 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是什么 好 好 我是台湾文学学会的 唱会长 唱会的理事长 你刚刚讲的108课访 我就是领导者 哈哈哈 而且我们号召了 100多个台湾作家千里 嗯 那主张文言文的是 王德威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找了中研院的院士 位置很高 再加上大学里面中文系的 老师教授 他们也连数了 一百多 两三百多 可最后呢 这个课纲 最后定案呢 是采取了 台湾文学学会的建议 也没有大量的三简古典文学 就是适度的 加进了现代文学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我读英文系 我读英文系 我一定要读撒斯比亚 对不对 可是中文系不一定要读我的撒斯比亚 这样大家听得懂了 我读字文系 我一定要读川宁康城 可是英文系不一定要读川宁康城吧 所以大家应该听得懂 他属于专业 假设我们希望中国的古典文学能够成为专业的领域的话 他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样台湾可以成为迅速的成为世界的汉水中心 可是如果他不独立 他会有什么问题 他要教很多大学过文 教到后来那些老师的经历 都没有放在原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面 耗费了他们的精神 可是他们牺牲了 他们等于牺牲了 这另一个我的理由 现在的世界的汉学中心不在台湾 在香港在中国 汉学的重要的研究也不在台湾 就是台湾要思考的 所以古典文学界其实也应该思考这一点 这是我的看法 你思考 我如果专心的做学问 然后不分心去教所谓大一博文 或者通识的博文 这个中国文学或者古典文学不是更可以巴扬光大 可以写出非常多重要的研究 那他就会越专业 不会太普及的结果 把他们自己拉下来 台湾文学也一样 台湾文学就应该在台湾文学系 他本中文学是不一定要读他 日文系也不一定要读他 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就是专业 我们希望的就是专业 好 问题问得很好 可是有点尴尬 对不对 送给 谢谢麻烦 好 这个 再一个 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那个 以前用诗诗 然后对诗的看法 诗诗可以带还是可以留下诗 对 对 对诗是什么样的 对诗是什么样的老鼠 口考 口考 我们在研究所要口考考学 考进来我学校我都问 你对台湾文学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你又有什么定义 这叫口考 我写诗写很久了 13岁开始发表第一篇 现在我就67岁 所以已经半个世纪过去 但是我的量很少 这是我最惭愧的 我的前一本诗语到现在已经过了20年 我还没出新的诗语用 那前一本跟再前一本 隔17年 那表示我很老做 我一点也不专业的诗语 那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当中我都跑到学院来 我要写太多学生论文 把我押法 但是现在我没有借口 我应该继续创作 真的没有借口 那我认为诗是什么 诗 刚同学说文学有用无用 诗就是最无用的 在文学里头 对不对 你很少会想说买一本诗集的 来分散 诗语的作品通常卖不出去 通常不是全部导 也没有人卖得很好 那诗语的读者也很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这个创作的文类呢 那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诗有时候 你从比较高的角度去看 他其实代表的就是 我把它放到最高 最近 乌拉克的总统 是不是叫乌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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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的总统 也是外交官一定要学的语言 你就是让他们有用 他是有用的 那我们基本上是把诗 如果像我 还包括汉人老师 或者台湾还有很多用 台语在写诗的朋友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说 通过诗 去改变我们的文化的理念 这个比较高层次 至于一般的 最少 我大学毕业以后 当天写诗 还包括著名朋友 这是最少的功能 最现实的功能 我有一首诗 叫《橘探》 《橘探》是奇遇最有名的歌 就是我当天的时候写给我 现在的太太的情书 然后在我写完 发表不到半年 李太祥就拿去做歌了 然后奇遇唱 唱到现在还在唱 被称为奇遇国的国歌 她的歌是这样 所以等待 只为今仙去 微笑着在看夜里 继续散伴 没上了就在 OK 没上了打奇遇国播歌 不是奇遇国 好 感谢你 还好 还有五分钟 男生 男生 剩下三个 太好了 谢谢你 老师你好 有学生问说老师一个印法 你也是老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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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师提到说 老师昨天在花莲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一堆 花莲地震的看法 我先给你 你们知道 臉書有废文 对不对 他问的就是废话 也不会那么多前脸 你只要问我 老师在地震有什么看法 不是 你昨天听话你今天去看我 那些梯牌都是贝的 很好 所以我立刻给他 哈哈 哈哈 真好 对 你应该读过我写的地震诗 在高中就有了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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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落下海 他有 华语版 他语版 好了 我们有一个老师给他 逐渐 普整齐现在上 真的啊 我还不知道 你看 我有很多歌 很多诗都被普整齐的 哈哈 我最近有一个 本来是八个旗本 八个作品家 后来加了彰化那个是谁啊 神经理 黑暗 到第10 到昨天又有一位作品家 要变成第11了 所以一首诗 我才12行 已经 有11个版本 所以我还是回他了 就是地震 我认为在台湾地震不可免 因为台湾就在地震大 如果台湾没有地震 那才奇怪 第二 碰到地震的时候 要静心 我昨天晚上一点 正在上网啊 在打字 然后我要把他房子先放 然后扣扣扣扣扣扣扣 我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样 我要立刻离开我的书桌 然后我要看那个大梁 如果有个大梁在那里 我到底要保持跟他几公分的距离 等到我想完了 地震就停了 哈哈哈哈 我在那做绝境的地震就先停了 哈哈 因为我问说 没有 立刻往外跑 因为我在一楼啊 我怎么跑也没有用 我如果跑 跑得 不对劲的话 到商楼承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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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讲废话比较快乐 嗯 然后你对国家双语政策是太难 国家 国家双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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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是反对 我是反对的 我为什么反对双语政策 如果我们的双语政策是鼓励我们的学生 修英文 也可以修德文 也可以修日文 也可以修意大利文 那个双语是 台湾跟其他国家 而不是只有英文 这个莫简单 对不对 如果只有英文 你怎么可以告诉我 那叫双语呢 何况 何况 当年在进行双语教育的时候 你又忘掉了 你是客家人 你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 你还想妄想双语 你自己的语言都不知道 都不会讲 对不对 当然那不是你的错 我不认为那是你的错 那是教育的问题 可是我们自己要思考 我 闽南人 我没有说话 可是我继续学双语 那双语就只限定我只能学英文 我想学俄文不行吗 我想学意大利文不行吗 不行 那不叫双语 那这个双语就很奇怪了 这两个跟我不一样的国家的语言 一个在左边 叫中国 一个在右边 叫美国 我们的双语就是 中美理下的双语 是一个很奇怪的语言 那当然 刚刚我要讲关键的意思 当我们连自己的母语都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知名讲双语 假计我们的母语也是受到重视 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 多语 也不叫双语 因为台湾毕竟是个海岛 他做很多生意 你的国民可能要到俄罗斯 可能要到澳大利亚 可能要到西班牙 可能在日本 可能在韩国 取韩国台湾 然后变成韩国的 这个 Super Super Superman 可能就是巨星 然后再演连续剧 然后Superstar 那你如果让他在国高大这三个阶段就可以学韩语 他不是很方便的 所以双语是错误的概念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简单 因为推动双语都是英文系的 就好像你如果中文系的来推动课纲 那文语人就会很多 如果台文系来推课纲 那台文就很多 那很简单 哇 因为有那个变啦 就会吃那个料理 好 我刚刚有跟你 好 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 各位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大和哨 我坐你那边 你不用站起来 大和哨 完全不用站起来 来